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龚俊 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还不错哦 结果现在就 就这样吧 不过我过两天 甚至我会 我会唱夜曲的 我之前说过了 过两天我找老师要练的 愿文很朴实 就是能进步就好了 在新的一年里能拍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后接到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没有想过 我目前还没有想过 这不是现在正是我的上升期吗 对吧 上升期那我目前想的就是 能尽量选择更好的作品 更好的班底 对不要辜负这个上升期 这每天的穿单 这个不 恒店 天气有时候 变化莫测 第二秒 这个一场秋雨一过 就变成秋天了 然后就变成冬天 真的很快 可好像恒店真的没有 不是说刚才我说错了 不是秋雨 是冬雨 直接就变冬天 夏天变冬天 然后过了几天 它又变回夏天 你根本控制不住 我都不知道 嗯 就开心去 想怎么穿 就怎么穿 冷了 冷了也没办法 就这个吧 一般情况下 哈 你没有那么有仪式感 除非特别让自己觉得重要的时间 嗯 其实 重要的事情 然后生日 其实很多 我昨天同事还在问我 你生日除了这个工作啊 有直播啊 有别的工作 还打算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 没什么好过的 要不要跨个十二点 我都怕自己累 今天既然是参加TIFFNY的活动 那当然是要以珠宝为主啦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啊 我左手上佩戴的是TIFFNY的Hardware系列 然后 右手佩戴的是T1系列 还有它的T2系列 这身上的呢 是绿色B喜时尚鸟胸针 非常的闪亮 是不是